哈喽 各位大家好 我是Poly 那今天的这门课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功能 就是说如何实现不需要每个月都去调整月份 就可以达成比对同期比呢 那相信有在做数据分析的同仁朋友们 一定常常去做一些同期间的比较 不管你是做YOY 甚至是说去做从年初到现在 跟去年的年初到现在这个比较这个都是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资料区间呢 我故意把它fix起来的 那过去我们如果拿superstore的资料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完整年度的资料 那我故意呢在我们的资料来源这边去做了一个 小小的资料的冻结 我做的一件事情是今天是4月14号 那我把资料冻结到4月13号这边 那假装我们今天的资料就到 我里面的资料走这些 那所以我们展开来看我们资料只到4月 那我们刚刚回到我们的说明 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不需要去调整我的月份 我就可以实现到每一期的同期比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不去调整月份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年增率这个YOY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数字是2020年它相对很弱势 因为它是拿1月到现在4月的资料 去跟整个年度2021整个年度去做对比 所以它的YOY一定是不好看的 例如说它现在的话就是-76.3 那所以在过去我们会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会做什么事呢 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好现在是4月嘛 那我就筛选前3月份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们以我们假设啦 我们没有去做一个比较聪明的设定的时候 我每个月例如说我现在是1月 我就要去看我今年的1月跟去年的1月做的怎么样 或者是我已经累积到2月了 所以我到了2月的时候我要再打开做一次 3月再做一次以此类推 尤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发布到server之后 它其实是冻结的 那每一次的展开我都必须要再去设定我的月份 其实这个就是多一次的步骤 我们怎么样可以发挥不去动手 但是它系统会帮我去做一个自动的资料的update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同期笔的筛选器 让我们例如说我今天做 我选全部这就整年度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跟YY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145531然后这边是613934 好那当我选的就是同期笔里面的truth之后呢 我的资料就只会达到前面的刚提到的 因为我现在是4月我只想要看到1到3月的资料 好哦那不就是跟我们刚刚左边这个页签是一样的 好我们再跳回来我们现在这个同期笔的这个页签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写的 我去把今天的月份找出来 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现在是4月嘛 那我的4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 4月如果你用Monks去包一个日期 那你就会得到它的月份 然后呢他去跟我们在不管是ERP里面 或者是我的资料里面 例如说我这里面是order day 我的订单日期得到的月份来做相比 只要比我今天的还要小的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的同期笔 所以呢成立的就是truth 那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去筛选达到我想要的资料区间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就不用刚刚提到每个月都去做这个调整 例如说明明现在是4月 但是我不小心按到了5月6月的资料 其实看的当下你没有发现 但如果等到我们发觉数字有点不对的话 那个都是亡羊补牢 所以透过这种设定同期笔的这个公式 我就可以去让系统去帮我决定我同期的数字 数据是多少 那也避免掉人为的疏失 那以上就是同期笔 不需要经过筛选器 我们透过公式建立的方式来实现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分析是越来越有帮助的 那也不要忘记开始动手做 来增加你分析的能力 谢谢 谢谢 谢谢